我從事警察工作將近30年 那 看得出來 抱得大大小小 以前我剛菜鳥的時候 不要說是抱那個大體 我連老鼠都不敢抓 真的 死老鼠我都不敢抓了 你怎麼那麼 你不敢抓死老鼠 不敢 難怪你現在退休了 你敢嗎 我也不敢 對啊 因為我看到蟑螂都會害怕的人 所以我以前真的很怕蟑螂 很怕老鼠 可是後來當了刑警之後 你不得不去 慢慢的一件 兩件 十件 二十件 一百件 你就覺得原來處理一個 往生的這種 我們就是要怎麼樣幫他來 做一些幫他的後事圓滿就好了 我這一件案子發生在民國 86年的大年初二 那是我在文山二分局的刑事組 那一年大年初二 因為我們只要過年時期 很多同仁都會分一半 你先回去前半段 後面的另外一批 是回去下半段 比如說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夕 初四這樣分就對了 對 那我是負責前半段值值班的 讓南部的人行鄧儀 那我那天在值班的時候 就是在辦公室接到一通電話 下午兩點多接到一通電話 景美那邊有個遠東愛買百貨 有就在那個百貨公司後面 旁邊有個M開頭的速食店 對 他下面有個地下道 車道 他們還有個小公園對不對 公園正對面就是一個地下停車道 地下停車道 報案說一個人墜樓 從樓上墜樓下來 那我那天就是下著雨 下著貓貓雨 我就一個人拿著雨傘 拿著雨傘去到了電梯 到了頂樓 看到女兒牆上面 一包不知名的藥物 一副眼鏡 然後我就靠著女兒牆一看 就地上一灘模模糊糊的黑黑的 因為有下雨 就是一灘雪 我就問那個保全人員說 現在這個人在哪裡 他說送到三軍總院的停車間 我就跟帕斯索講說 沒關係你把人 現場的東西先保留起來 我就自己一個人開著車 因為那天大年初 我就自己開車通報台北市 我們就是法院的檢察官 地檢署檢察官那個法醫 到現場的時候 我到現場一看的時候 他躺在那個時間內 不鏽鋼的停車台上 蓋個白布 我把他翻起來那一剎那 因為他右手濁地 從八樓掉下來濁地 濁地之後 他這個骨從這邊跑出來 跑出來大概10公分 跑出來10公分的時候 他的右手就這樣捲曲 捲曲起來 骨頭露出來外面 一捲 手是握這樣子 整個臉濁地之後 他整個臉是移位 就臉跑到旁邊去了 因為法醫檢察官也來了 還有一個殯葬業 一個人可能也不夠 旁邊有一些小臨堂 就是臨時的臨堂 有十幾個 有那個白色的毛巾 我都拿了兩條毛巾 一條洗一洗 把他臉擦一擦 然後就把他整個臉洗完之後 臉部先照一張 照完之後全身照一張 手著地的地方 骨頭跑出來的地方照一張 照完之後 沒有身份 因為剛剛學友有講 我們以前當兵藝男才會有蓋指紋 我就心裡用想的 用想的 我根本就沒開口 我說你這樣 我怎麼幫你拆指紋 一秒鐘不到 一兩秒 在你面前就像手這樣打開 真的…就打開 骨頭還這樣 一隻骨頭還這樣 打開之後我就把他手抓過來 一個… 指紋就把它弄好了 你心裡沒有想說謝謝你 沒有…那時候 不會感覺 那時候就跟他講 介紹你給他就好了 開玩笑 開玩笑 這後面有一個挑戰 然後就把他招完之後 查到他有前哥 他有訪問家庭的前哥 馬上通知他媽媽 他媽媽一通知到 坐在那個護江高莊那邊 一來馬上中風了 五分鐘就中風了 他媽媽中風了 剛才中風 獨生女 墜樓 情緒太過激動了 就這個樣子 大年初 我說算了 那就把他整個就是親身跳樓 就結案了 結案之後 我就從文山二分局 升官要調手了 我要調到台北市政府 少年警察隊 是 調去兩年 我調去 我也不把這個案子當一回事 因為我處理一兩百件以上 就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有一天我在辦公室的時候 學長說 我們來去盧州查個案子 其實也不是查案子 就去那邊喝酒 聊天泡茶這樣子 沒有…也是在思考一下 案情的走向 這樣講會比較完整一點 比較實在 有道理人 反正就去盧州 他那邊是一個民宅 但是名字沒有神壇 但是裡面有拜拜 那我站到門口的時候 裡面一個男的說 先生你不要進來 我說不要進去 他說你升成八字給我 我的頭部派給我 升成八字給你 為什麼要給你升成八字 對 我就… 我就不理他 不理他之後 他說那你那個名字給我 我的名字給他 我名字給他之後 他有做法的那個鈴鐺 亮亮亮那種鈴鐺 鈴鐺不是有那個三個叉嗎 他就把我那個剪成一個金座 那個掛金 剪成一個人形 寫我的名字 他就把那個 插在他那個鈴鐺上面 我說你到底是在幹什麼 你就馬上逮捕 因為你妨害你的肖像權對不對 對 我就說你到底在幹什麼 他說你現在可以進來的 他說你後面跟著東西 我說跟著什麼東西 他說不是一個 我說跟著什麼東西 我說你不要嚇我 他說那我把它吊上來 跟你講話好不好 我說好 你吊上來跟我講話 他這樣一直在跟我繞 吊上來的時候 他本來是個男生 馬上開口變一個女生的聲音 他說你不記得我了 我說你是誰 我說我不認識你 他說我42歲 姓鈴 雙木鈴 皮膚白白的 圓圓臉 圓圓單眼皮 我說我不認識你 我說你幹嘛跟著我 他說我也跑不掉 我說你為什麼跑不掉 他說他用一句閩南話講 結果他死掉的時候 他說我拿那個雨傘 靠到女兒牆的時候 他一跑到我嘴巴裡面去了 所以他在你的嘴巴裡面 待了那麼久 兩年 然後不是 你的嘴巴裡面有 還好那時候沒有女朋友 不然每天見我都說 我們可以聊嚴肅一點了嗎 當然 現在知道你要嚴肅什麼什麼 對 所以我就說 後來 因為 因為我就說你這樣跟著我不行 他說我不會害你 我說不是 你害我 因為你在我嘴巴裡 背後 然後我說這該怎麼處理 他講一句話 我當場傻眼 他說 那你娶我 我來娶你 他叫我明婚 然後我就跟那個負責人講說不肯 我說不肯娶他 不肯明婚 他叫我把他弄一些 買一些衣服 買一些什麼水果弄一弄 弄走 本來我兩年 我生活很正常 我根本就不覺得很正常 我身體還很壯 對 天天喝酒 知道說跟了兩年之後 我開始憂鬱症 嚇死我的 我每天要睡覺後面 看有沒有人在後面 你不知道都不怕 你一知道之後 我每天都會拿個鏡子偷看 就後面有沒有人了 那個叫照後 鏡子照不到了 照不到了 把他鏡子照不出來 但是這個女生 我從頭到尾 我也不覺得太好跟在我後面 可是很多事情 你自己不知道都沒關係 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覺得害怕 有時候好像變腦神經摔入 你睡一睡都覺得旁邊有人在 你旁邊這樣子